第六區 我們進到了第六區 《血肉之聲》 他的英文其實是叫做 就是油彩作為血肉之區的媒介 最精彩的一個策展 就是把抽象表現主義的大師 William De Kooning 以及他旁邊的 郭洛伊德站在部隊旁的女士 我想這兩件作品擺在一起 很清楚你就可以看到 一個是某種所謂的現實主義 底下的對物質的一個探討 我們就算不認識那個女士是誰 但我們知道現實人生 確實會有一個這樣子的 老化的一個身軀 身軀作為一個皮囊的感覺 那旁邊就是 De Kooning的抽象表現主義 利用羅采有一點自動性技法的一個 就是延續 De Kooning一直在處理的所謂的大女人系列 那另外在這一區裡面 其實還包括一些比較新媒材的 也就是我的背景這個Cela Lucas 他其實都用街上檢視到的一些物件 他用他的不同的一個 也帶著幽默 也帶著信念的一個方式去呈現 你覺得好像是身體的一部分 好像有點像腿或者是手 那這一區其實大部分都是在 用不同的一個方式去表現身體 作為血肉之區的一個呈現 羅 泰德 身體 台灣唯一 一直在高雄